金谷乔vs英普莱扎 两位都是机器怪兽 到底谁更强 我们来分析一下两位怪兽的战斗数据 金谷乔作为佩丹星的宇宙战斗机器 程序被佩丹星人改为 不惜一切代价击倒对手 英普莱扎是被安培拉星人侵略地球的先锋 在操控者这一方面 英普莱扎无庸置疑 金谷乔的身体是由特殊金属制造成的 就连赛文最得意的投标 打在金谷乔身上也损失一截 英普莱扎的身体是为之金属打造的 而且修复能力极强 手臂被砍下 还能变换形状自我修复 即使泰罗奥特曼用出奥特爆炸 把英普莱扎的粉碎 也能修复得完好如初 金谷乔的身体是可以分解的 就像玩具一样可以自由拆卸 金谷乔也是赛文遇到过最强的敌人 因为全身都是金属 免疫赛文的一切光线 英普莱扎面对泰罗和孟比优斯两位奥特曼 也打得游刃有余 中间的大炮可以轻松解开孟比优斯的防御 身体还能365死角旋转 金谷乔虽然也压制赛文奥特曼 但有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过于笨重动作缓慢僵硬 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综合以上分析 金谷乔动作缓慢没有光线能力 只能靠肉博取得胜利 英普莱扎能旋转 能发射炮弹 能自我修复 单单这三种功能 就把金谷乔甩得远远的 由此可见 两位机械怪兽 没有可比性 我是小天 我们下期再见